请你用三个最贴切的形容词来描述阿尔萨斯葡萄酒 我用广东话来说 清脆 清脆 不是清脆是清脆 清脆 天然 还有纯美 真的真的很贴切 您还记得第一次与阿尔萨斯葡萄酒相遇的情景吗 那是很久很久的事情 我大学的时候念葡萄酒学的时候 我们要比较一个法国跟一个美国的 我认为阿尔萨斯葡萄酒的 我最喜欢的有几乎的家庭 我认为阿尔萨斯葡萄酒 阿尔萨斯葡萄酒 是一个不是港区的地方 那里我还没去过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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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小镇 是吗 对 然后您觉得阿尔萨斯葡萄酒的 那就是 但我认为阿尔萨斯葡萄酒的 那里我还尽了 有几乎的做法 因为他们是用一些 旧的 帜老树的葡萄酒 葡萄酒的 葡萄酒的 那种的葡萄 他们那种 酷油的 其实深入的味道 比较好 那那个finish 是鱼味 对 鱼味 这是比较长 是比较细 是吗 是吗 那您的 您的酒窖里面总是有阿尔萨斯德葡萄酒吗 我有几瓶好的SGN 那有些是八几年的 八几年的 我八几年已经开始收藏 那现在有些 九六九八年的 旧的半瓶的 我就开始喝了 主要是哪些 那个C8人 葡萄品种 都是Gewerth跟 Pinot Gris 嗯 嗯 你喜欢吗 Wiisling也有一点点 是Wiisling的是干的多 干的多 干的能保存更长时间 甜的也可以 对对也是 然后最近一款您最喜欢的 阿尔萨斯德葡萄酒 最近就是最后一款 最近一款 您最喜欢的 最近一款 最近一款啊 最近 嗯 我跟 Domain Van Bach 和Catherine Catherine挺熟的 那我 我最喜欢她的酒 其实喝酒也是喝人听味 对有 对有 女性的味道 没酒 好 那你能 读一下这一句阿尔萨斯语吗 挺难的 那我试试啊 好的 我愉快 这一道 是 沙子 在店面 Alsas 我愉快 大尔萨斯语 我愉快 你 就 不用了 我愉快 你 好 Well